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堂个是我们的大三格林讲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请不吝点赞订阅 在丁馆有几种人住在这块土地上 可不可以讲讲看随便讲 有什么人 蛤 你觉得有几种人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讲讲看就我们知道的 讲话吗 上初级班的人在回答 上过高级班就不要讲 蛤 有几种人 就你所知道的 不一定要政治正確的觀念 有什麼人 蛤 不知道嗎 只有一種人 男生女生 男人女人對不對 有什麼人 講講看 就你所聽到的 有原住民 還有呢 還有什麼人 有原住民就有外國人 那除了原住民外還有什麼人 客人 還有什麼人 火洛人 還有什麼人 還可以講到 中國人 還有什麼 潮州人 好 這邊上課的話 我要跟你講 剛剛講的那些 用那些名詞來劃分台灣有幾種人 都錯了 台灣這塊土地上只有兩種人 不是高砂 只有兩種人 你想都想不到 台灣這塊土地上只有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我這樣一講的話 你剛剛之前你劃分的方法都是被騙了 他會混淆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 所用 所定義出來的名詞 這塊土地上只有兩種人 就是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然後台灣這塊土地是什麼 如果只有這兩種人 這塊土地表示什麼 被佔領地 來 我們來看看 只有兩種人 我這樣定義出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現在的外面這些人嚇死了 所有過去要把你混淆 台灣到底有什麼人的 現在的那個政權嚇死了 因為我把它現在的狀況 拉回到戰爭法底下 把我們的時間 歷史的時間拉回戰爭 1945年開始被佔領的時候 回到那個原點 這個可能有點複雜 你們馬上聽 可能不會馬上知道 聽我慢慢講 現在問題就是 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這兩個名詞你們都沒有問題 只有戰爭之後 才有所謂的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對不對 佔領者是誰 就打贏的 跑到被打敗的人的土地上面 把他佔 所以佔領者一定是 就是外來人對不對 從外面來 不屬於這塊土地上的人 那被佔領者是什麼 戰爭狀態底下的 原來跟他打的這 戰敗的人 沒錯 這個上面我們沒有混淆 我會越講越仔細 那現在有幾個問題 可能我們要玩 好啦 你佔領了 你要佔多久 什麼時候離開 當時要離開 你打贏我沒有錯 那你佔領我要佔多久 永遠嗎 永遠的佔領下去嗎 有人替我們伸張這件事情嗎 我跟你講很抱歉 戰爭法令人沒有規定 可以佔多久 你可以99年再加90年 再永遠佔下去 美國就很多地方是這樣處理的 美國是不是很多島都是這樣子 關大拉摩灣在古巴那個點 是不是 美國很多海外領都 都是佔了好幾百年 沒有還 也沒離開 美國還有一個地方就佔領這裡 那像我要問的 我不講那麼深 佔領多久 沒有規定 但是有什麼有規定 規定你佔領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有規定 你佔領一個地方不可以 把那塊體管佔領以後就變你的 不可以這樣子 它還有一個主權 那叫國際法 慢慢我們出去不然不講那麼深 我只能說佔領也有佔領的規定 你不可以違反人權對不對 你不可以佔領往一個地方 把裡面人全部殺光 對不對 你佔領像蘇聯佔領北方四島 就把所有的日本人用條船全部載走 也不可以這樣做 佔領有很多規定 佔領的話不可以怎麼樣 改變當地的人的語言 你不可以說 現在換美國佔領 所有的Oakinawa的人全部 所有日本改講英文 可不可以 不可以 這是基於人到歷史上這樣 戰爭好多年之後 以前是有這個規定 以前比如說 你知道以前課本上有什麼 普魯斯人來佔領 換人哪 他就一天到晚換課本 有沒有 不管誰來佔領 就換一種語言 可是後來就沒有 就規定不可以這樣子 佔領不可以改變當地人的 原來的語言 或者它合法他們的國語 我們台灣人以前不是中文 OK 那是佔領其中文 還有另外一個 不可以改變當地人口的結構 就是不可以大量的人進來跟你混 那你裡面被佔領地的人 都不知道是誰了 那是另外一種企圖把它吃下來的方法 對不對 我不講那麼多 然後現在問題說 佔領除了佔領的話 還有一個動作叫做可以代理佔領 比如說我很忙 你幫我處理一下那個店好不好 我就找一個經理到我的分公司 或者分店去管那個店對不對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事業做很大 我北中南全國全世界都有店 我總部我一個人分身到處跑 我委託誰幫我去 可是被委託的人 他永遠不會是主人嘛 他是被我委託的人嘛 他不可以到那家店 然後最後說這是我的 對不對 那這委託者就可以有時間了 委託者什麼時候離開 代理的 就是我這個老闆高興嘛 對不對 我可以繼續委託他 要委託多久就是一個學問 我讓那個經理在那個分公司做多久 是我要決定很多原因對不對 比如說他經營得不好 我收回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想一般做生意嘛 你幫我管公司管不好 給我都是帶一張赤字回來 不准你再做了 第二個 第二個 你去了要把我吃掉 我當然馬上就把你拔走 對不對 或者你去那邊代理的話 變鬼變怪喔 就像說自己要搞獨立嘛 還有什麼 你傷害到我原來總公司的利益 的時候對不對 要不然還有一個情況是什麼 我代理的那個經理 跑去跟我的對手 交叉 有沒有 各種複雜的那個商業的那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出來 商業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國家裡面 也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啦 講這個有點複雜 你們快要開始打開揮揮揮 來 慢慢講 當我們在講占領跟被占領的時候 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我今天的課是什麼 台灣史解碼 好 先問幾個字 台灣史大家沒問題 就是歷史 你們從小到大都有上過歷史 有關台灣的歷史 那為什麼後面跟一個解碼 解碼是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什麼叫解碼 解碼的相對就是有編碼 對不對 編成密碼 讓你看不懂 解碼就是把 讓你看不懂東西 透過解碼器看得懂 編碼之後變亂碼 所以你看那個CD 如果是不同碼區的 你看起來就是亂 一團亂對不對 經過解碼器 請人家幫你解碼之後 影像就清楚了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在日本還是在其他國家 不是這個區域買CD 帶回台灣看不能看 你要同一個碼區才可以看 對不對 這就是編碼跟解碼 那也就是說台灣史 在你過去 所接受到的台灣史 是誰教你的 佔領者教你的 你看不懂 好啦 那我 台灣史要解碼 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用這個 就把所有的碼全部解開來了 過去我們看台灣歷史 看不懂對不對 可是我們只要知道有這兩個概念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之後 所有台灣歷史就一清二楚 好 開始講了 講故事 所有人類在一開始 所有人類 地球上的人類 一開始是什麼形式出現在地球上 一開始 人類跑到地球各個地方是怎麼樣 部落形式 有沒有聽過部落 部落是怎麼形成的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就是打獵的地方 或者共同的種植 或者因為水源 而住在一起的很多家庭 對不對 很多家庭結在一起 為了要怎麼樣 生存 為什麼很多家庭 一個家庭不夠 不夠 因為要形成那個功能 有的人要出去打獵 有的人出去煮飯 有的人要生後代 很多事情 一個家庭不夠 所以好幾個家庭 那是基本人類的社會組織 所以以前散聚在地球上 所有的人類都是用這種 部落形式存在 然後呢 部落跟部落 碰到一起會怎麼樣 這邊有部落 那邊有部落 碰到一起會發生什麼事 開始打仗了對不對 搶地盤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合作 不一定見面就要打 有的是可以談條件 這樣好不好 你跟我加在一起 一加一大越二 那我們就可以不怕人家欺負我們 對不對 所以兩種情況 一個開始打 一個就是結盟 結盟越激越大之後會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部落越來越大對不對 對不對 本來就是一百戶的 現在變成兩百戶 兩百戶變成兩千戶 到兩千戶叫什麼 叫Kindon王國 有沒有 中古世紀在歐洲有很多王國 在日本有很多藩 對不對 在中國有很多不同國 什麼徐國打齊國 怕來怕去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部落越幾越大到後來變成Kindon王國 王國再更大變什麼 比王國大的是什麼 比Kindon還大的是什麼 德國以前是普魯斯很多的Kindon 對不對 有不同城堡 有一個國王外面有他的領地 那些全部加在一起變德國 聯邦對不對 是不是 像英國就是大英國協對不對 大英國協是什麼 很多不同的英國的國家 結在一起變成大英國協 對不對 蘇維埃 共和國 聯邦 對不對 也是不同的小國 結在一起變成大國 那為什麼要結在一起 這樣才打得過別人 人家才不敢欺負你對不對 你的資源才夠對不對 因為人越來越多越好過日子 人越少越不容易過日子 現在世界上的小國都要養 養賴大國的恩典才能活下來 不是嗎 養賴大國的市場對不對 教你做 你賺錢 養活你們國家的人 是不是這樣子 你國家太小 你的市場太小 你就做不了什麼事 所以國家越來越大 所以你小貓小國會靠大國 現在知道嗎 這是合理的發展對不對 那如果相碰到一起的話 下一步會做什麼 我剛才說如果打仗 過去的打法是怎麼打法 你知道 全部殺光 對不對 我把你這部落消滅之後 我把你全部殺光 不會流活口 為什麼 以前我講這個的時候 大家都不相信 徐老師你講得太野蠻了 這是過去吧 錯了 現在你看 敘里亞是不是就這個事情 是不是 中東是不是就這樣打 就是部落戰爭 要殺全部把你殺光 有跟你客氣嗎 沒有 敘里亞打到後來 所有的人都跑出去了 小孩子趴在沙灘上面 死得很慘對不對 很可愛的男生趴在那小地 敘里亞的難民 全部跑到歐洲去流浪對不對 很可憐 可是人家用鐵絲網把它圍起來 對不對 號稱人權先進國家的歐洲 居然用鐵絲網把這些難民圍起來 圈起來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在跟新聞嗎 有嗎 是不是很現實面 赤裸裸的部落戰爭 放在你眼前給你看 這就是生存在我們製作 所以以前殺都是殺光 殺光的時候 後來發覺這樣不對 殺光我的土地變大 因為我佔了對方的土地 可是我的人變少 那怎麼辦 我土地資源變多 人變少 沒辦法去管理 沒辦法去耕作 那怎麼樣 我想方法 所以後來我要殺是選擇性的殺 只殺誰 男生 壯的 會跟我做反的 會跟我做對的 對不對 我只殺男生 女生 老弱婦孺留下來做什麼 來 下一個 這張 這叫部落戰爭 來 接下去就這張 這什麼 帶小孩不吃 來 這叫什麼 這就是老弱婦孺留下來的 來做什麼 很好 來 下一個 來 你們看看這一張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再點一次 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買東東 這叫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不是收垃圾的人 資源回收人是說 你這個人是人 好像垃圾一樣 資源回收什麼 本來是垃圾要丟掉 把你撿回來再使用對不對 再生 那叫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人說 人好像垃圾一樣 被撿回來再用一次 這就是部落戰爭的結果 你本來是要被殺掉 現在撿回來用 當什麼用 當奴隸用 所以從人類歷史一直發展到現在 很多的資源回收人 到處的人都可以用對不對 資源回收人是什麼 就沒有投的人 本來他效忠他的部落對不對 為了他部落的生存一直努力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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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被他打敗以後 他已經沒有投了 所以他被新的部落接收回來 當作資源回收人 沒有投的人 這群都沒有投的人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買東東 在講誰 我們隔壁有一個城市叫做香港 就是資源回收城 裡面專收資源回收人你知道嗎 對不對 香港沒有效忠對象 以前 中國輸了 把香港割給誰 英國 英國來統治 他要這些人效忠英國嗎 沒有 他統治他 就弄一個系統在香港 英國的系統 然後裡面給你遊戲規則 然後香港人玩得很高興 每天吃飯睡覺唱歌跳舞買東東 然後交稅 所以交給總督 總督拿給誰 女王 就是這個 他們的資源回收人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效忠國家的概念 等到中國九七回收之後 不一樣了對不對 從此以後你現在回到中國 你是中國人回到中國裡面是對的 對不對 合理 可是他們不高興 為什麼 系統比較落後 我本來被英國人管的時候 有資度 有生活品質很高 現在你們這群中國人來幫他們 倒退 受不了 所以他們就抗議 到中環去占中行動抗議 記者就問他說你們為什麼要抗議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你懂嗎 一群沒有頭的人 突然冒著一個有頭的來管的時候 他會受不了 所以沒有頭的人 做事情也無頭無腦對不對 所以他去占中也不會有結果對不對 現在知道嗎 總督是誰 為什麼他有頭 他效忠北京 北京派他來管香港人 他當然要效忠北京 對不對 他做的每個政策 就要配合頭 你們這群沒有頭的人 我要慢慢把你收編 把你管好 管到以後你聽話為止 你們全部都是資源回收人 這樣知道了 在97之前這些人到處跑 你知道嗎 他知道接下來97號來了 有錢人就開始自產 海外自產搬到澳洲 搬到加拿大 搬到英國對不對 可是這群人到哪裡都是一樣對不對 他們都是沒有頭的人 他們都是資源回收人 所以他可以被世界各國所使用 他是因為該國那個國家的條件 生活條件來決定搬去的 可是如果當時那個國家的條件改變的時候 他又搬回來 那這些人通常都會全世界資產 香港也有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這樣到處買房子對不對 條件一改變 全部都回來 就這樣 就只有典型的資源維收人 來 再來 這就是部落戰爭 過去部落戰爭的時候 在政府對方以後統治手段三種 馬三種 我跟你講以前打仗的時候 在中東的地方他們打仗都是 把自己的繩搬出來 繩子搬出來跟對方打 這是我的神 這是你的神 我的神比較強 對不對 要打仗之前要先校正 對不對 我的神比較大 我一定會打敗你 結果打完以後 鱷魚神的那一族 埃及有尼羅河他們崇拜鱷魚 另外一個是崇拜鱷魚 眼鏡蛇在沙漠裡面 後來鱷魚就打贏了 我們比較大 被打敗的就收編對不對 資源會說收到他們這裡來當努力對不對 你當了奴隸 我可不可以讓你繼續拜 眼鏡蛇當你的神 偷偷在那邊拜眼鏡蛇 不可以嗎 抓到就懲罰對不對 為什麼 你如果繼續拜表示你跟我不一樣 有一天會謀反 會造反 我現在就要把你治掉 對不對 第二行是什麼 宗教 然後語言 會改你的語言 你語言整個換掉 我不會讓你在講你原來的話 是你要去學我的話 不是我要去學你的話 我不需要配合你 再來一個什麼 姓氏 我也不會讓你留原來的姓氏 我會給你改掉 你只要留原來的姓氏 你就以為你是跟我不一樣的人 你遲早會出問題 對不對 所以中國所謂的姓陳 姓徐 姓什麼張 姓百家姓 其實都是不同部落的酋長的名字 姓 你本來在打贏了之後 這些人都歸我 所以你這些人都跟我的姓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姓什麼 就是那個姓 那是以為 因為以前台灣被大清帝國統治了 一百多年 他夾帶他強勢的文化 宗教 勢力來到台灣 幫你當作他的殖民地 拓殖地 因為不遍及台灣 就一部分的人被漢化 我們就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結果都不是 這樣知道嗎 好 就是三種 來 要講歷史 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活到直接上來的時候 來 我換個話題來切入好了 這張話誰看過 你們有沒有看過 誰畫的 那些蠻有名的人畫的 猜猜看 上過課的人不要講 猜猜看 印象派 反古有沒有聽過 他不是反古畫的 反古的室友畫的 反古的室友是誰 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高庚 有啦 你如果搖頭的話 你以前每上 美術課不知道在哪裡去幹嘛 去上數學課的 去補習 美術課都不好好上 而且要不然就是你美術老師 沒有教這一塊 沒有什麼藝術欣賞看圖片 高庚有錢的時候搬到太平洋 一個小島叫做大溪地 在那邊過好日子 很多藝術家賺了錢就亂花 很快就又開始窮迫潦倒對不對 可是這個比較聰明 搬到大溪地 住在一個島上面 每天就三餐有人煮飯給他吃 而且旁邊都有美女幫他扶持 熱了 三餐子 肚子餓了 想吃點心嗎 就講每天過得好好的 照理說你如果達到這種境界 好像天堂一樣對不對 好像我要天堂一樣 對不對 你還會想其他的嗎 台灣人不會是不是 我跟你講你如果像那樣的話 就像豬一樣 人不會這樣 人會問下一個問題 當你所有肉體上的需要 都滿足之後 你會問下一個階段的問題 這就是這藝術家做的事情 當他所有人生的憂慮都沒有了之後 需求都不需要去滿足 都滿足的時候 他畫了這幅畫 這幅畫他要問什麼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是水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要往哪裡去 我們從何處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你到最後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我跟你講你出生到現在 你出生在你家庭的時候 你已經進入你們家的故事了對不對 你是誰的兒子 誰的女兒對不對 你是第幾個人 生了第幾房的第幾個對不對 你開始就有一個身分給你了 因為你身分產生 你就會變成要去滿足這個身分 讓這個身分得到光榮對不對 你努力念書 努力工作對不對 或者你變成誰的媽媽 誰的誰 你努力的生孩子 努力養大這個家庭對不對 所以你的責任是在 寶寶的時候都沒有責任對不對 可是你進入這個家庭之後 你就開始被賦予很多的 identity identity identity這種東西 它有obligation 有責任你要去滿足 你滿足完才覺得 我這一生過得有意義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滿足這個的話 你就覺得我失敗了對不對 只要是頭腦清醒的人 都會這樣子對不對 你有一個身分 然後你把那個身分扮演很好 你就滿足來到世界上活的任務 你就有滿足感 你就有成就感 你會覺得fulfill 你會覺得satisfied 滿足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只是每天像豬一樣吃 吃飯 睡 那你不是人對不對 人都會想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要問台灣人 你幾歲 台灣人你到底是誰 很多人教你 大多歷史故事套在你身上 那你自己到底是誰 我們就慢慢問 來 這是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為什麼資源回收人不會問 因為戰敗了嗎 現在沒有頭 沒有 來 關起來 來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他是沒有希望的 沒有效忠對象 你以前變成人家奴隸 他每天只要能夠 have the end meet 就是把你基本的生活需求 滿足就夠了 所以奴隸是沒有歷史的你知道嗎 在他觀點裡面沒有加 奴隸不會有家譜你知道嗎 奴隸為什麼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可以傳給下一代說 我們祖先一來都是奴隸 所以你繼續繼承奴隸這個職位下去 沒有人要這樣子的 是不是 只有有家事的人 有成就才會傳承下去 奴隸不需要這個 所以他不會問這個問題 來 給你們一個簡單的圖片 就把台灣歷史看完了 就一張圖 台灣歷史全部解釋完了 什麼圖 來 從左上角看起來 四萬年前 我講這四萬年前是有根據 不是隨便編故事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來到 佛摩莎這個島上 定居下來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來到這個地方 點來 從此以後一直下來 四萬年前 接下去很多王國 我們剛才講 很不同的部落 跟祖先越來越大 後來變成一個王國 對不對 再來 直到十三世紀 十四世紀一尊 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不同的國家來台灣 來台灣做什麼 因為那時候航海技術變好了 對不對 來台灣探索 有什麼資源可以用的 比較強的國家開始有船的 遠洋船的能力 就帶了他的人來這邊 以前台灣可能有很多自然資源 像鹿皮 鹿皮 什麼東西 鹿皮 他想要做貿易 所以這樣子 各個國家都來探索 探索之後 沒問題 因為他比較強大 他會做什麼事情 掠奪 我給他這個名字叫什麼 The Predator Predator是什麼意思 掠奪者 什麼叫掠奪者 你們知道 我講一個粗的比喻 比較粗的比喻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心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與取與求 你要資源我都可以拿光 等到你老了不要丟一邊 但是不想負責任 這就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心態 當你還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他要探索你 拿光你的資源 等到你沒有利用價值甩一邊 所以那時候 美軍的軍艦來到我們屏東外海擱淺 我們的美軍就上岸求救 結果被我們的高殺族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美軍就跑到大清帝國去抗議 你們的人把我們全部殺光 賠款 結果大清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那是話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不是我的人 你要怎麼貸 要隨在你 所以最後居然是我們的高殺族地支 跟美國人簽訂了和平條約 簽約 在美國的那個 document裡面 還有這個東西 是我們高殺族部落跟美國簽的 國際上的條約 很好笑 有意思吧 那表示什麼 大清不認你是他的人民 他只幫你當拓殖地殖民地 遇到毛病 遇到問題都拉得離離離離 有好坑他都會要 就是掠奪者 掠奪者之間也會打架 因為來了好幾個 像比誰兇 比誰大 對不對 後來大清打敗的這些 也沒有打敗 就是跟他們相安無事 互相喬好的事情 但是後來有一個最大的 把大清給打敗誰 大日本帝國 他把大清打敗對不對 所以大清就割讓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給誰 給大日本帝國天皇 我們以前念的課本都是 國家對國家 不是 在那個時候是國王對國王 所以大清帝國大皇帝 割讓台灣澎湖 遼東半島給大日本帝國 是兩個國王之間在 為尋求和平定定條約 把台灣澎湖割掉 可是後來隔一年 居然把遼南 遼南澎湖把遼東半島還回去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三國干涉 說不對 遼東半島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現在講了一個新的名詞 你們沒聽過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以後由我們的老師慢慢解釋 但是台灣澎湖是可以割的 因為它是殖民地 殖民地可以割讓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就千例條約 所以你要割讓一個土地 一定要透過條約 把你割出去 天皇拿到手中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大清帝國號稱擁有台灣 結果沒有 他右半邊不是他的 也就是說你賣房子 連隔壁鄰居的房子一起賣掉 他覺得莫名其妙 那日本天皇就問誰 就問美國 為什麼 美國以前有處理印第安人的經驗 他說 我現在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 右半邊不是大清帝國館 可是他割給我 所以呢 美國跟他講什麼 他們是部落形式 你只要把征服以後就變你的 部落 就是他在 所以過去的台灣人不是人 你知道嗎 過去台灣人不是人 為什麼不是人 我是人那種不是人 在國際法裡面 你沒有國家位格就不是個人 沒有國格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在國際社會裡面 不是個人 直到你建構主權 所以台灣的主權在什麼時候建構 在日本 大日本帝國把台灣 花了十年 薩德哥巴萊征服了東半邊以後 把台灣整體的主權建立起來 從此以後台灣第一次歷史上 只有這麼一次建立了主權 那這是什麼意思 有點像結婚的動作 天皇擁有這塊土地 等於建構主權之後 實施黃明化 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這是什麼動作 叫做結婚的動作 什麼叫結婚動作 男生追求女生怎麼追的 送花 買禮物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再取進來 訂訂條約 所以台灣人民第一次結婚 像跟大日本帝國 從此以後我們效忠天皇 換取他對我們的保護 所以你現在是以後是已婚的人 沒有人敢對你亂來 以前你是 怎麼講 在自由市場上可以被所有人追的 對不對 那現在不是 你已經有老公了 你有老公就是有先生 你就不能隨便被人家追 對不對 你也不能隨便去 拋滅言給別人對不對 效忠天皇 從此以後是已婚 所以這叫做什麼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從此以後台灣人的身份改了 有主的 所以你戰敗人家不能隨便你 上下其手 因為你是有老公的 這樣知道嗎 就算你戰敗 你也按照 被佔領地的百姓該有的權利 受到保護 你不可以叫我去當兵 你不可以改我的國籍 我跟老公的性 你現在不可以換掉 你懂我意思嗎 不能換我的語言 不可以改變我的結構 是這樣 這整套就是這個概念 可是現在法律出來了 什麼法律 你講說奇怪 台灣人就問 你說天皇是我的先生 現在為什麼是中國人管我 待會下課再交談 我上課的時候 請注意 你說我是天皇的佔領地 為什麼現在是中國人在管 因為二戰的時候 我們搭日本帝國打敗 戰勝者是誰 打敗我們是誰 美國 可是美國很要求 過去跟你招待那些女兒 再帶回來 再來招待一次 又是中國人 再回來再招待你意思 他自己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我們透過法律跟他告 你代理佔領這個人違反法律 你要不要負責 他違反所有的戰爭法 所以在法院告完以後 美國做了什麼重要的決定 他承認舊金山合約 這資金仍然有效 美國是這塊土地的 主要佔領全國 既然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就責任要負責 對我們要負責 我們就找你負責 好 現在他們要把這個流行政府 代理人的資格取消拿走 他們要離開 那我們也前例台灣民政府 來管理這塊土地 按照戰爭法 可是裡面台灣人裡面 有一群人不願意 那個人我給他名字叫做余虐 余虐就是什麼 你以前大清從大明過來以後 是不是有反清復明的勢力對不對 他不願意讓大清管 他就抗反清復明 他後來被日本管 就要抗日對不對 反正就是一代 就有之前那個朝代裡面 得到好處的人 不願意繼續回貫 要反 對不對 這叫余虐 OK 我繼續講 他人到底是誰 最後只有兩個東西 你們要離開沒關係 來 只有兩個東西 你的identity是什麼 一個叫ethnical 你這個人的人種 到底是什麼種 你要先搞清楚 你的identity 你的ID是什麼 這是透過什麼方法 來瞭解自己是什麼人 透過blood 只有血 你身上流的血 告訴你是誰 對不對 byblood 那另外一個什麼 你是哪一個 有很多人講台灣人 沒有錯 我沒有懷疑你是台灣人 可是你是哪一國人 台灣不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你的國 當你講問到國籍的時候 你要講什麼 講不出來 台灣人大部分人都講不出來 因為你被混淆 你是戰敗者 你被打到頭昏腦杖 你跟我搞不清楚 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Nationality Identity 就是你的國籍要透過什麼 法律來確認 國際法怎麼定義你是什麼國的人 不會不見的 一定什麼 有一個原因讓你不知道 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就是因為你戰敗 你被佔領者 你被混淆了 你以為這個代理者的國籍 是你的國籍結果不是 所以這兩個要搞清楚 所以台灣人你的ID是什麼 要警告一件事情 台灣不要為了 口罩飯把你們祖公祖母都賣 不要了為口飯 把你祖先都賣掉了 所以要慢慢把你追回來 這個是DNA 你們知道男女 在傳統接代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你們家的孩子長得像你對不對 不會像隔壁鄰居 很奇怪對不對 一定像 為什麼像你 因為你的染色體會複製 就爸爸的一半 媽媽的一半 生出來的小孩子 不是像爸爸就像媽媽 要不然像爸爸媽媽這個家庭的 不會像外面的人 那在染色體複製的時候會有誤差 誤差就產生所謂的突變 突變基因 基因拉出來幾萬幾億對 幾千萬對 基因排序 只要有一個處錯 第二次在複製的時候 那個處錯還會存在 所以它變成一個sign 一個記號 所有你從你這邊伸出去的後代 都有同樣的記號 所以這樣可以追你後代 也可以追你祖先 可以往後追 也可以往前追 往前追 就把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追出來 這是國家地理頻道所做的 research 它全世界國家地理頻道知道嗎 National Geography 它有錢 所以他們現在只用棉花棒 不用抽血 棉花棒在口腔刮一下 送到它總部 它就把你的DNA基因排序 就跟你講你有幾分自己 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最後把所有的人類都拉出來 你有看有線 有箭頭對不對 箭頭是最後到這邊 線是從哪裡來 有了 有黃色的線嗎 有藍色的線對不對 好啦 現在所有世界在讓人 現今活在世界上的人 六萬年前都從一個地方出來 哪裡 會不會看 這箭頭 箭頭的出處是哪裡 會不會看 到最後 這裡是哪裡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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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現今活的世界上的人 六萬年前都從非洲出來 沒有例外 人類的演變 不會突然這邊冒一個 那邊包一個 同時講好一起演變成人 不是這樣子 六萬年前為什麼出來我不知道 六萬年前還有人類 當然有 可是為什麼六萬年那個時候 產生什麼事情 讓這一批人開始往世界各地分散 我不知道 但是這是證據 有的人說 不是有三菱洞人什麼 抱歉 那些人的DNA今天都不存在 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的DNA 只來自一個源頭 非洲 那時間點 我給你看一下 這是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看到 六萬年前從這邊出來 這比較淺白的 你看 四萬年前已經到澳洲了 對不對 好 我們再回來這個 有的人講說 許老師這個土太複雜了 我就只想單純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人從哪裡來 好 那我們來找找看好不好 台灣人從哪裡來 台灣人從哪裡來 回家 六萬年前 離開非洲 來到一個地方 這裡是哪裡 我們看這個數字叫M174 M174這條路線 離開非洲之後來到哪裡 你知道那個國家名字嗎 南夜門 有沒有聽過 南夜門 你聽過 第一次聽到 南夜門 來到南夜門之後 到一個地方叫做什麼 這裡知道那是哪裡 印度 知道印度嗎 結果來印度 印度之後 你就這樣想像 有一點想像空間 想像空間 就一群人不喜歡非洲 然後離開 迫時離開 一群人 然後有的人來到南夜門 很喜歡就住下來 就變成南夜門的祖先 來到印度 就變成印度人祖先 然後繼續往前走 來 走到哪裡 馬來半島 所以他們變成馬來人祖先 對不對 四萬年前 然後繼續走走到哪裡 這裡就 你們自己家不知道 這裡是哪裡 台灣 就是我們的祖先 四萬年前來到台灣這個島 決定住下來 因為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還有一些人不喜歡 繼續走 走到哪裡去 台灣未見 又繼續走到哪裡 日本 是不是 到日本這個島 日本這個島走完以後 還不高興繼續走走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歐亞大陸東岸的北部 對不對 靠近蘇俄跟朝鮮半島這個北部進去 對不對 住了一些人 然後繼續走 最後到哪裡 西藏 對不對 停下來 時間點都出來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知道這個圖 也好高興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氣死 對不對 但韓國人沒有講錯 按照科學證據 中國人有一部分真的韓國去的 對不對 韓國人是中國人祖先 沒有錯 那是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日本 怎麼會道路怎麼又顛倒過來 我們就按照圖再看 韓國人是中國人的祖先 然後韓國人從哪裡來 日本 日本的祖先從哪裡去的 會不會看 我們看圖 台灣 對不對 台灣人祖先從哪裡來 馬來半島 馬來半島人從哪裡來 印度 南葉門 非洲 這樣知道嗎 有順序的 所以歐亞大陸這一塊土地 有很多種人 從哪裡來 從世界各個地方來 從哪裡來 你看 這裡是黑海 離海這樣進來的 對不對 也有從蒙古下來的對不對 也有西藏 新疆 歐洲 還有印度上來的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幾萬年前十幾種人來到這個地方 混在一起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沒錯吧 中國人是十種 沒錯吧 十幾種人的部落混 在那邊天天打來打去 一直換來換去 是不是變雜種 是啊 到今天為止都是 中國人只是一個政治名詞 但是沒有這種人 你要問他誰是中國人 就汗滿門回帳表 唸一大堆唸到哪裡 唸到46種 目前官方統計 是不是雜種 是啊 他們的祖先從哪裡來 從台灣去的啊 沒有錯啊 所以你要聖宗追遠 親民就要拜 聖宗追遠追到哪裡 追到台灣啊 所以你要拜祖先 要拜台灣人啊 不是道過來拜中國 不是從那邊來的啊 他們的祖先從我們這邊去啊 這是科學證據啊 抽你的血就知道啊 騙不了人啊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找不出真正純種的 沒有中國人這種 這是後來定義出來的 梁啟超那時候定義出來的 那之前有不同國的人在裡面嘛 只要不要大族 比如說元朝比較兇的時候 他就佔滿這個 這塊它最大的部落嘛 對不對 滿女真族最強的時候 就把全部吃下來嘛 就輪流嘛 輪到後來就一大堆就是雜種了 沒有純種 有的話請你定義 中國人的血給我看嘛 科學證據喔 我們現在講科學證據 說這是中國人的血 你把它定義出來 我給你對看看 我跟你對對看 對不對 他拿不出來嘛 為什麼拿不出來 都是雜種啊 所以如果這樣講的話 有沒有所謂的漢人 沒有 有沒有客家人 沒有 有沒有火羅人 沒有 因為他定義不出來 反而是我們原住民高砂組在這邊 四萬年之內 沒跟人家混到十三世紀的時候 相對比較純 定義得出來的耶 所以林媽醫生那邊做血液研究就出來了 所以你是哪一種人 後來那中國人就說 不要講 我們講華人好了 我們都是華人 什麼叫華人 講華語叫華人對不對 是不是 他們講說我們都是華人 是不是 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請問你 那講英文不就變英人 為什麼不是 那為什麼講華語是華人 當然不是 所以那個只是政治名詞 不是 你是哪一種人 不是因為你講哪一種語言 是不是 印度人講英文 他會變英國人 不會啊 美國人講英文 加拿大人講英文 紐西蘭 澳洲人都講英文 中國人也講英文 他會變英國人 不會啊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你是哪一種人 你不要因為你要講華語 你北部講華語 你阿嬤阿嬤講客家話 你就變華人 不是的 你裡面的血告訴你 你就是台灣平埔族跟高砂族的後代 就這麼簡單 這事情很簡單 很普通 科學證據 那我講這個的目的是什麼 那個Dr. Spencer 這句話主持人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為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在掉片 抽血就知道了 你知道嗎 你是哪一種人抽血就知道了 歷史寫在裡面 那時候說徐老師 這個人怎麼會走到全世界 我跟你講以前的海沒有這麼深 沒有這麼高 海平面沒這麼高 你看Google Earth的話 有所謂淺藍跟深藍的地方對不對 以前是深藍的地方 現在海水上升 所以你到這些淺藍的地方去挖 都可以挖到過去的考古的痕跡 人類文明的痕跡 澳洲你看 旁邊有個淺藍跟深藍的有沒有 來 過來 法國南部壁畫 這是壁畫 人在牆壁上畫畫 法國南部的那個洞穴裡面看到的時候 這是什麼東西 於是他去測那個碳十四半衰期 測出時間 時間是多久 三萬兩千到三萬年前的人畫 三萬多年前的人畫 皮卡索第一次看到這個畫作 我們還有很多跟我們祖先學的 那時候畫得比我還好 是不是 是不是畫得真的比較好 而且是連續動作像動畫一樣對不對 做動畫 還有犀牛 還有獅子 每個都畫得很好 所以人類是越來越退步 不是越來越進步的 是不是 人類沒有進化 我們的祖先比我們聰明 你那個死官被扭曲了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歐洲人看到這個好高興 就請教他說 你文明從我歐洲來的 結果不是 按照我剛才的圖文明是怎麼樣 從非洲來對不對 而且很早就到澳洲對不對 那我們就去挖澳洲 因為那時候歐洲人比較有錢 所以他挖到壁畫 就以為文明從來 結果不是 最近挖到了印尼 四萬年前挖到了印尼那邊的人 人類早期壁畫 還有另外一張這個 你看有沒有畫一個動畫 印尼西亞島歐斯拉 有沒有看到 壁畫 探石室去測就知道時間很準的 往澳洲去看 你看四萬年前 這個很奇怪的動物 四萬年前有的現在不見了對不對 可是牠很像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動物叫什麼 Kangaroo對不對 袋鼠 是不是很像 以前的人畫這個 來 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你們看過超人影片有沒有 Superman 可是你沒有看過這種超人對不對 沒有頭的超人對不對 沒有看過沒有頭的超人 我把它裝來給你看 這什麼意思 就是功能很強大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功能很強大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聽得懂 資源回收人沒有頭 功能很強大 可以發揮很多功能 幫那個國家賺很多錢 可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聽不懂 聽不懂 來 沒關係 沒有頭的人還是有記憶力 你不要以為沒有頭就沒有記憶力 很奇怪 沒有頭的人記憶力有多久 給你問 沒頭的人有記憶力 那我跟你講 三句清安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壽花記兩個月 收水遊兩個月就是兩個月 黃色小鴨三個月就是三個月 為什麼 沒有頭的人 他的記憶力是媒體 媒體有報他就記起來 媒體沒有記了 繼續買那個牛奶 來喝 知道嗎 大部分人沒有頭的人 他就是容易忘 可是媒體幫他提醒 媒體沒有報 他就完全忘記有這件事情 紅中秋三個月就三個月 現在大家也都忘記了 到時候 當時棄了鑰匙 幾十萬人上街去抗議 現在叫也叫不回來 你再弄一次看看 沒有人理你 所以他們就資源回收人 沒有頭的 是不是 紅三軍那時候不丟人嗎 現在叫得出來嗎 叫不出來 因為有人在使喚他們出來 好 你們來這邊民政府 有一個目的 接受訓練 以後要當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下面要管多少人 台灣民政府只訓練六千人 以後要管 兩千四百五百六百萬人 平均一個人管多少 六十萬人 你以前有當過 一百個人以上公司的老闆嗎 有當過嗎 以前有一個同性舉手 有 我說多少個人 一千多個人在哪裡 深郡還有一個工廠 你逃可以來這邊上課 我說很好 但是不夠多 我們需要管六十萬人 他說這樣子 是的 是要這樣子 那你會不會害怕 怎麼管 從來沒管過人 突然叫你去管 怎麼管 但是你也不要太傷心 為什麼 歐巴馬以前有管過三億人 有沒有 沒有 他可以管你當然可以管 是透過什麼方法 salvation 它的委員要給 gray 它可以管 那無法清辱 染別人 保住 那有五十萬人 under 他說 幹你怎麼 muker 不知道 调动三千人去管这三百万人 三千人里面有重要的几个人是他干部 不同部门 州部门 州部门 或者防御部门 或者什么样 不同的部门 国防部长什么他任命 他每天跟他开会的 这几个人在去管那三千人 在管那几个剩下的人 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很容易管 对不对 我们准备六千人绰绰有余 可是有一个重点 你要听命令 对不对 那我们其中一个方法教你怎么管人 你不可以把所有人当作一种人来管 会出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跟你讲 把人分类 分三类 以后到那边上班的时候 分的类会更详细 更复杂 现在只是简单跟你讲 那根据什么分类 分类要有一个criteria 叫做根据什么原则分类 它叫做disposition disposition就是你判断事情的最终的根据原则是什么 disposition 根据你的倾向来分类 行为的主宰是什么 三种 一种是有头的 一种没有头的我刚才讲过对不对 还有一种是狮子角的 用狮子角走路的是人 我现在讲 我现在讲人 我不是讲动物的 最后一看就像动物 它占所有人口里面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端看那个社会发展的程度 越落后的国家像动物的人越多 中产阶级越少 越先进的国家中产阶级越多 动物越少 那怎么讲 我举个例子 高雄前一阵子 年轻人晚上不睡觉 骑机车 飙车 整个那个飙车署上街拿刀子砍人 砍路人 不认识的 太坏了 砍了这样血淋淋的 后来抓来警察局 警察问他说 年轻人晚上没睡觉 为什么这样砍人 他回答一句话 送 这是人话吗 当然不是人话 这叫做动物讲的话 动物在讲话 动物讲什么话 因为动物的烈食的本性 跑出来的时候 他就想去满足 去做 你知道什么叫动物吗 有东西吃 他就乖乖的 没有东西吃 就会遭反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 去控制动物 对不对 你可以让大象做可爱的动作 你可以叫狮子跳火圈 你可以叫你们家的狗 做特技表演 都是靠什么 食物 所以动物就是用食物去控制它 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这种 我现在在讲人 我不是在讲动物 可是这些人的行为 这些人的主宰就好像动物一样 用食物就可以控制它 那这种人会讲什么话 比如说 去学音乐干嘛 学美术干嘛 又不能当饭吃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或不然就说饭吃 去熬的要做什么 讲这种话的人就是动物 为什么 他评估一个事情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根据什么 根据它可不可以吃 不能吃就没有价值 是不是动物讲这种话 是 是嘛 以后不要讲这种话 名正宏的官员不会讲这种话 那是动物讲的话 这种人本性来的时候就消敌勾养 看到女生就想上 对不对 狮咬 对不对 动物 以馴服的程度来划分 越下面野性越强 越上面越来越有主观意识 所以我家的狗 猫 养到后来 猫的脾气很古怪 我给它为它食物的方法不对 它不高兴 不吃 不吃就面壁 跟你塞点耍脾气 狗会跟你抢棉被 就是它开始主观意识越强 然后越上面 主观意识越强是变成无头人 它的最高级就是客观 越客观 主观就是我只考虑到我自己 我有感觉到我自己存在 那越上面的人是不是 越考虑到大家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只关心 我今天有东西吃 然后慢慢有家庭 考虑到家庭利益 有社会公司有考虑 公司整体的利益 到国家的那种位阶的人 就会考虑整个国家的整体 自己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种人 最上面是有头的人是什么 有效忠对象的 效忠什么 有头的人才能讨论什么 真善美这种事情 下面的人没办法讨论的 我举个例子 真善美就比这种美这种东西 对于下面这种没有头的人 分不出来的 这幅画好不好看 不知道 这幅画一幅卖几千万 好看 一定好看 所以他心掌东西的好不好看 是根据他的价值 这个牌子好不好 这个卡皮胸 这个一个包包几百万 哪一定是好 这种人被骗了 因为他没办法有判断 好坏的标准 但按照知识的名牌 这是不是很贵 来决定他好坏 可是上面的人不会 我再举个例子 上面的人是什么 比如说热身疗养 有没有听过没有 热身啊 里面是什么 麻风病患住的里面 麻风病患是什么病 就是神经末梢被细菌吃 然后臭就腐烂 手就越来越短 鼻子越来越不见 这种人没人敢碰 对不对 怕被传染 所以连台湾人都不像卡的人 美国的白人夫妇 又高又帅又漂亮的 来到台湾年轻的时候 一辈子到里面去帮人家换药 换一辈子 换到老为止 再退休回去 台湾人看到这很感动 对不对 怎么有这种人啊 我们都不要碰着 你们居然一辈子 犧牲奉献在这边又生了孩子 孩子又跟我们的人结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学兵开一张支票 十五万 警察 对方拿到这个支票隔一天 捐给别人 他觉得奇怪 我对你好 你怎么办法捐给别人 我跟你讲 你们听不懂对不对 因为你们不知道这意义在哪里 对于这种有头的人 他的效忠对象是上帝 上帝叫他来垃圾那样他就来 他不准他来 他也不敢来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变成死坏者 上帝叫他去印度 就变得雷莎修女 为什么 他一生活的目的 是以取悦他的组织为他的乐趣 你给他钱有什么用 没有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如果喜欢钱 他的组织就是钱 你如果喜欢上帝就不会爱钱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只能有一个主人 所以上面有头的 所以他才是有绝对的标准 下面的人是没有头的人 所有上面所讨论的事情 他不要换算人钱才能讨论 对还错 那欠一批 正有失之利益拿到钱那才算 如果做错什么事要赔偿 用钱来算 是非 掙起平 都是相对的 因为这些人没办法讨论 所谓真善美 但是我跟你讲 台湾民生会官员 没有真做基础的善跟美都是假的 我再讲一次 没有真理当做基础 善跟美都是假的 我 可以你举个例子 我抢了人家老婆 把他送给他花 给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因为一开始就不对 接下去你做什么好事 对他好都没有用 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你错的开始我管你做什么好事 把他打扮都漂亮 送给他什么豪宅都没有用 你的开始就不对 所以没有真做基础的善跟美都是假的 是不是 是 这是我要讲的 所以上面的人是针对于是非 可是这个头也有黑头跟白头 黑头是什么 他也效忠 可是他变IS 是不是 他效忠错对象 叫他去杀人他就猛杀 他这种人也不要钱的 也不要钱的 薪水很低 IS每个月薪水几千块而已 可是一堆人跑去对不对 所以效忠也要看对象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 我只是跟你讲 这就是 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什么 你们今天来就是要来当有头的人 帮你装头 你们过去没有头 现在帮你装头 什么头 叫你效忠吃块土地 叫你效忠日本天王 才能够管下面这群人 下面这群人占人口的99.9% 你们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 你们今天来这边上课 是希望透过上我的课 改变你自己的请举手 怎么怀疑一下 不要客气 来我这边上课不要客气 举手 是 对对对 改变自己的想法或什么 你觉得 是喔 点头 OK 好 请放手 不要客气 来我这边举手 这样我们才有互动 我跟你讲你错了 大三老师讲话一定要有根据 不能随便乱讲说你错 解释理由为什么这样错 请问你们 你们也在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 也超过几十年了 对不对 也有家人也相处好几十年 请问你 你可以改变你的丈夫吗 可以改变你的妻子吗 可以改变你的家人吗 爸爸妈妈吗 可以改变吗 不可以 你在家里跟他相处这么久 都不能改变他 凭什么来我这边 上两个小时的课 我可以改变你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那你下一个合理的逻辑 讲问题 徐老师我来上课干嘛 对不对 那我来上课干嘛 不然你明明知道不能改变 那为什么还来上课 要想喔 我讲话都是要思考的 我跟你讲你原来就是这种人 你本地就是这种人 什么人 就是对真理在乎的人 对是非对错很分明的人 你听我讲话才会清清楚 要不然老早在后面打瞌睡了 我跟你说白一点就这样子 对不对 你本来是头脑清楚 逻辑清楚 是非分明的人 可是你过去在错误的土壤里面 长不大 你在国面上讲的谎言里面都兜不拢 哪里怪怪 哪里不对 现在来听我讲之后 整个人醒过来对不对 你在好的土壤里面 就开始发芽 茁壮 长成大树 所以你来这边是做什么 筛选 我们是在筛选人 听得懂留下来听不懂out 我们要的是有头的人 有头人就要是非善乐很在乎的人 而且有分明 英文叫做Discernment Discernment 可以分别是非对错的能力 这不是很多 在人类这么多人里面 少数中的少数 叫精英 所以你会来这边上课都是精英 我跟你坦白讲 那为什么你在社会上的学历没那么高 因为系统错了 他们系统训练出来的不是精英 是没有头的人 你不要以为考上台大那些都是 可是他们对是非真的宁可牺牲掉 他们是功能强大的超人 我跟你讲 就像柯碧一样 功能强大 台大号称智商一级的话 可是他潜在性的小奖的那个粉丝 中华民国支持者 对不对 我细节不再讲 这个是转述网路上对他的批评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不讨论他 我们现在不讨论他 我只是讲说有效忠对象跟没有效忠 你可以功能强大 你可以诺不得来讲得主 可是你没有效忠对象 我以后待会再讲更复杂 现在再问下一个问题 请问在座各位 自由 幸福 快乐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请举手 很怕 现在很怕举我的手 再问一次 可能有人来不及听得懂 请问追求自由 幸福 快乐 是我一生的目标在警局中 不要客气 是不是 你们不是 那我要问了 那你们追求什么 如果不是自由 幸福 快乐 你要追求什么 来 有没有其他答案 算不错 对不对 这答案算不错 有没有其他答案 有没有 挑战我的答案 那我跟你讲 你错了 怎么又错了 错了 不是 这不应该是 你一生追求目标 如果是这个就完蛋了 为什么 自由 幸福 你怎么错 那我跟你讲 第一个 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是什么意思 一种感觉 第二个 它是副产品 它不是主要的main product 我举个例子 我要讲例子 大山老师上课一定要讲例子 否则没办法说服你们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错 这个怎么错 自由 幸福 快乐 全世界的人力 完蛋了 自由 幸福 快乐 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的 如果有一个医生 他说我以赚钱为目标 这种医生你要不要去看 赶快去看 医生说我是赚钱为目标的医生 你不敢 对不对 一次会好他可以看好多次 只要这么多钱 他可以翘起很多钱 对不对 要不然你没有钱你不要来看我 你去看别人 你没有钱不要来看我这个医生 对不对 这种医生你不喜欢 但是如果有医生说 我以治疗病人 是我最终一生的目标 这种人不错 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态度对 所以来了很多病人 因为来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赚大钱 这样对不对 对嘛 因为他目标设对 这些好处是伴随而来 你不可以把副产品当作主要目标来追 你就要到本末导致 对不对 要知道吗 还听不懂 如果这种医生 当医生不赚钱他还不当医生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外科医生都不够了 不贪钱 还会去用股 对不对 现在医生都没人做 都去做什么 医美 所以医生都去做什么 职丫 现在牙医的分数快赢过医科了 是不是很好笑 对啊 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 所以他们医生宣誓了说 我医生什么 不要来那一套 我以为说你不可以赚钱 你真的用赚钱为目的的医生 就说一句简单的话 我们就放到自由市场机制 按照你的实力给你薪水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就付你多少钱 就不要讲那么高尚 他自己赚钱 如果今天医生不赚钱 他会转成其他行业 医生指他赚钱的一个手段 因为赚钱是他的目标 随便再讲一个女生 看到一个男生好帅 聪明 学历又高 嫁给他 好像可以带给我自由 幸福 快乐 嫁给他 嫁完以后 怎么成天不工作 在那边混时间 算了 不要 再换另外一个 再嫁给另外一个人 这个也不行 再换 对吗 不对 照理说是两个人相爱 便手自足建立家庭 对不对 一起辛苦打拼 把家庭建立起来 生了孩子 爸爸做 爸爸该做 妈妈做 妈妈该做 小孩子好好念手 回到家里面 煮一顿丰盛的晚餐 一起享受 自由 幸福 快乐的感觉 对不对 没错 是一种感觉 是你做对事情后的感觉 所以你们刚才举手的人都是什么 追求感觉的人 你们刚才都是追求感觉的人 你们没有理性在思考 没有错吧 我现在把事情讲清楚了 当你做对事情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大部分台湾人都这样 有人 现在有机器不是好好的吗 对不对 这个谁管都是一样 对不对 对我饭吃就好了 又给缴税 他不管是非对错 这个人到底合不合法在这边管我 他不去管 只要我饭吃可以缴税 有自己的车子开可以房子买 怎么被人家受欺负都没有关系 我这每个工业有头的人 你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段是讲给这些台湾人听的 不要讲太复杂 来 这个看得懂的请举手 这幅画 没有人看得懂啊 来 这个看得懂的请举手 有没有啊 看不懂举手 我问一下 看不懂举手 看不懂 你们没有举手 不要说你们看得懂 然后我就问问题 再问一次 看不懂举手 没有啊 都看得懂 都看不懂 看不懂举手 这样我待会就不会点名 你说你看不懂 对不对 那你呢 看不懂 你也看不懂 你有点看得懂 是吗 好 那我就不问看得懂的 我看问看不懂 你们中计了 请问你 他画的是飞机大炮吗 坦克车 不是对不对 不是对不对 请问他画的是什么 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嘛 你说你看不懂 现在看得懂啊 画几个人 会不会算 五个 你又知道 你看看 你看得懂 你不是看不懂吗 你看得懂啊 只是你看得懂跟你 你以为这种才看得懂 对不对 这种就看不懂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这个看不懂 请问他画谁 不知道 对不对 画什么 他在画什么 你说你看得懂 你说他画什么 他画什么 讲不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丘比特 那这个是谁 那就是伟大师嘛 对啊 那他在做什么 不是带小孩 他在大便了 上大号啦 The Toilet of Venus 维纳斯在上大号 好优雅喔 你看 你以为你看得懂 结果你看不懂 你以为你看不懂 结果你看得懂 但人生了 他在认知上有问题 你的认知上有问题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 我只要你醒过来看一件事情 这什么东西 那个 我后面有那个水平 给我一下 好吗 好啦 没关系 我用麦克风 我用麦克风一样可以做得到 来 这叫做一点透视法 这叫做立体画派 没有关系 我在做示范给人家看而已 好啦 没关系 我要跟你讲这叫立体画派 这叫做多点透视法 OK 什么叫一点透视法 什么叫多点 很简单 瓶子 这是水平 一定要这样看吗 这样看是不是也是水平 这样也是水平 这样就讲完了 对不对 我这个人只能这样看吗 这样也是我啊 一定要这样看吗 没有啊 不同角度 时间固定不同角度 放在一起就变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现在突然就会看立体画派 这个叫做一点透视法 也就像照相手不能移对不对 你要这样稳稳的不动 那照片才会变成这样子 你如果一动的话 很多点同时发生的话 会变成这样子 脸从这边看 从这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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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放在一起就变成立体画派 立体画派在上个世纪就完成了 比卡索到1907年就画了 你阿公阿嬷那一阵有的东西 你现在看不到 你现在还看不懂 表示你的艺术心脏能力 退到一百多年前 对不对 结果我刚才给你看那几百年前 你也看不懂 所以你退到五百年前 你的艺术心脏能力 对不对 没错吧 但是我来讲这个只有一个目的 不管你怎么样讲 它都要有一个字 那个英文字你们记得 以后来上我们的课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以后我们用英文 不会有中文来帮助你 你在下面查单字 以后我们的官方觉得 英文跟日文 有点惊讶 没关系 一步一步来不要急 我们会慢慢训练 叫做Consistency 这个字 什么叫一致性 我不管你怎么样画 这个就是一点透视 不管怎么画 这都是立体画派 你不可以一下画这 一下画这 一下画这个 对不对 要不然就会变成这样子很奇怪的 画出来 对不对 看不懂 乱七八糟 你逻辑乱了 所以要有一个东西叫做Consistency 叫一致性 逻辑要一致 大家知道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其实目的要讲The Law The Law叫做法则 法则叫放出宇宙接准的道理 叫法则 宇宙上有什么法则 不会变的 一致的 万有引力 两个物件产生引力 所有在地球上有什么 地心引力 所有你活在地球上 都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只要你活在地球上就要 这是一致的 对不对 地心引力不会因为不同地方改变 当然会 但是都是受地心引力的影响 所以你在住在地球上面 要写建筑法规的时候 你就要顾虑到 地心引力的影响 对不对 建筑结构 结构系数 材料系数都要算好 整合才会通过 让你盖房子要房子会倒 对不对 讲这个有点复杂 讲个简单 你如果活在自然界 就要遵守自然界的法则 没有错吧 你对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谁会倒霉 人倒霉 大自然不会倒霉 你101跳下来 你可以说我要违反地心引力 不可能 要自然法则 你一定会摔死 所以你写民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 因为人跟人主要目的是要 传宗接代 让人类可以继续繁衍下去 所以你的民法要保护什么 家庭 小孩子 对不对 让人可以传宗接代 所以你写的法律就要配合 大自然的法则 没有错吧 因为大自然的法则有一致性 你就要配合它 你不会去挑战它 大家知道吗 我现在接下去要讲的法律就是这个 Law of Nature 大自然的法 我们之后会讲的法律 是建构在大自然法里面 The International 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法律 还有一个Law of Nations 还有万国公法 还有战争法 这都是基于自然法的Law建构起来的 然后在这上面要建构 各个国家不同的Constitution 宪法 在宪法上面建构 每个国家里面的民法 刑法 各种法律 法律是一层一层的 有位阶的 这样知道 我只是讲个大概 因为之后老师会讲更仔细 我现在跟你讲 在法庭的双方告来告去 只在证明对方不一致就要赢了 法院你的证据跟你所叙述的内容不一致 你就输了 对不对 法官只讲证据嘛 你提供的证据跟你叙述不符合out 输了 判输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嘛 我们这次告引美国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你提供的证据跟你叙述不符合out 我说你美国你先承认 你是不是究竟那合约奖的那个美国 是啊 是不是主要占领全国 是啊 你是不是台湾这块土地的 主要占领全国 是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被证据当兵 为什么跟这样 那是代理者 那你是不是要符合这个东西 所以你把他违反战争法的地方 去吐槽美国 他就 必须要怎么样 回过来修正他的行为 他说我错了 所以帮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组织感 在这边 在这个系统里面成立 在这边讲课 以前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命都没有了 开玩笑 你要把整个系统给推翻掉 可是我们后面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是美国帮我们成立 我们才可以在这边不断的讲课 告诉台湾人让你醒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人再衬起来 台湾人说话 要有饭吃就好了 都变无头人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战争法里面 设立台湾民政府 好 我不讲太深 来 继续讲 讲到历史 过去你所知道的台湾史 都是中国人教你 对不对 没错 我们的脑都被他们洗了 可是他们是有目的 我刚才讲到最前面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占领者为了要统治你 就灌出一套历史官给你 结果我这个被占领者 告诉你们 我们有另外一套史官 对不对 所以我才画大图 跟你讲我们到底是谁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对不对 我们是有国籍的 现在是被占领状态 所以被迫接受这个 可是他们违反战争法 我们可以高达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所以关键点在哪里 观点 历史很重要 有些年轻人说 薛老师我对历史通好没兴趣 我会几天考试分数都很低 没有关系 但是我跟你讲历史很重要 史官非常重要 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 立场会作为你的选择 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行为会决定他人的命运 我再念一次 但是史官很重要 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 立场会作为你的选择 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观点大家都有 你我有没有人写历史 没有 对不对 你都会写日记 对不对 校史 学校的历史 公司严格史 没有人写国家历史 国家历史 国家历史是谁 有权力的人在写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男生有男生观点 女生有女生观点 北美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观点 北美有白人的观点 谁的观点比较重要 有权力的人 有实力的人 观点比较重要 他决定 所以今天美国 北美的历史 美国人白人在写的 不是印第安人在写的 对不对 因为他被人家占领 所以史官很重要 观点决定你接下去 所发生的事情 那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女生 刚好新婚当天 刚结婚很想表现一下 就在厨房煮菜 超好吃的放在桌上 老公 新婚的丈夫坐在那边 一道一道菜 端两道菜以后跟他老公 老公你先吃 他先生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们家都是全家 倒洞一起吃开洞 太太继续一床 不用你先吃 不要 我们家是这样的 那女生说 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菜来就吃 流水洗 不行吗 这样就可以吵架 对不对 每个人都把他 婚前的那些 从小到大的习惯 带进婚姻里面 两个不同的观点 碰在一起会怎么样 冲突嘛 对不对 冲突的结果是什么 吵架 吵架结果是什么 没有那么快离婚 协调 你怎么那么快 一下就切到底 好啦 我跟你讲 顶多是离婚 顶多是离婚 但是 这是人跟人之间 顶多吵架离婚 顶多吵架离婚 国家跟国家之间 吵架 观点不同 是会死人 是几百万的家庭 流入各国 一堆人会死去 逛台 到处流浪 很悲惨 是战争 是不是 国家跟国家观点不同 是几十代七十年的人当奴隶 没错吧 所以观点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死官变成人家统治你的一种手段 当然我们要把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的这一条死官丢掉 回到我们正常大日本帝国成名的死官 回到我们四万年前住在这岛上的人的死官 所以明正我出来帮你找到两个历史的主轴 什么历史主轴 一个在法理上我们是什么人 另外一个是血统上你是什么人 这两个主轴抓出来 来 再继续讲 今天时间有限 我要走快一点 这是民主 Democracy更复杂一点 我站在这边 十新民主现在是不是号称 中华民国很喜欢讲 我们号称民主 美国国会还在赞美说台湾民主 我跟你讲错了 民主的大前提是必须是 是同一国的人 战领者跟被战领者会混在一起做选举 那不是很好笑吗 为什么 为什么好笑 因为是利益相冲突的对方 所以台湾人很奇怪 一直团结不起来 正常嘛 这上面有两种人 一个贼命价 一个贼贼命价 那怎么可以涨之后会算总统 会算什么总统 难怪永远合不来 因为到他利益 一个是替敌人 一个是替这块土地上来利益在着想的人 对不对 从每一个行业都知道嘛 他盖房子他没有给你考虑后果嘛 他给你高科技产业给你污染放台湾 他不考虑后果嘛 因为这不是他的土地嘛 如果这是生土大 四万年的土地 我们做不出这种事情 做不下去耶 污水倒不下去耶 因为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 还要在土地上生存下去 你为什么那么做得下去啊 所以我说这个土地两个人嘛 一个占领者他不会爱惜你 不会珍惜你 也不会珍惜你的人 对不对 一个是要保护台湾的人嘛 现在就冲突了嘛 他们矛盾现在就产生嘛 你跑到哪一个党都一样 都是他在玩的 来 再来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人民做主 很喜欢讲民主 跟一个民主正确的观念好不好 什么叫民主 你们也要管 这是三十万人 你们看这张图片是三十万人 不是六十万人 你以后要管六十万人 是这张照片的两倍 吓死你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们当选 当了民政委官员以后 请问我们当官之后 有的当议员 参议员 我们执政之后 请问人民最大请举手 你觉得人民最大 又不敢举手了 人民最大请举手 不要客气 怕了喔 答案一样是错 当然是错啊 今天权力是谁给你的 是人民把你选出来的吗 不是嘛 你要先知道你老板是谁嘛 美国军政府委托你 替他执行占你的任务嘛 管理民事的部分嘛 军事方面不是我们 那是美国军政府的事 我们是民事政府 被占领你的百姓 要成立政府来管自己 那我跟你讲 在他们所谓的民主里面 也是问题 什么叫民主 我跟你讲 你下面管六十万人 民主人民最大 什么叫最大 你们家最大是谁 告诉我 父母亲嘛 最大嘛 就是长辈嘛 会不会是你们家的孙子 你看好笑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人民最大就是这个意思 外面一群人都不懂法理的 你把他当最大 自己找麻烦不是吗 而且这六十万人 每个人利益都互相冲突 你要听谁的 是不是 六十万人每个人 而且他们搞不好 两个人是互相告来告去 你要听谁的 他说他对 他说他对 你要听谁的 所以最后是什么 立委最大嘛 我被你选上 你权利给我之后 接下来四年 我当主嘛 所以那是骗人的嘛 人民最大这种话 都是选举的语言嘛 骗人民的嘛 最后他当选 他来做决定 他会回来问你嘛 更况 这里面他说 It is I want to be the boss 我才要当老大 那个说 I want to be the boss Hey it's my turn to be the boss 每个都要轮流当老大 我跟你讲 那当这么多人 想当老大的时候 就回到什么状态 丛林法则 又是要部落战争 那我跟你讲 谁最大 罗马最大 越狠越凶 越有钱 有势力的人最大 对不对 你讲的民主到最后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现在就是啊 流氓当老大 流氓选立委 对不对 有那种势力啊 不是吗 因为其他比较善良的人 就不会出声音 声音也听不到 所以会不会人民最大 不是嘛 所以对民主的观点 还重新想 更何况这里面的人民 是混两种 一个是占领者 一个是被占领者 超重 对不对 都乱了 全部都乱了 台湾没有民主 台湾没有民主主要原因就是 只有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不会有民主 OK 来 再来 我们直接跳 直接讲 来 这是什么好笑 有没有很可爱 你还真点头 这里面这一只是狼 他不是羊 他装可爱 他目的是要把羊吃掉 所以他就披了羊皮的狼 你被骗了 同样我们也被骗了 有狼在我们当中 就是占领者 装作我们的样子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占领者 有没有一天醒过来 变成被占领者 不会 对不对 那你是本来是被占领者 有没有一天醒过来 变成占领者 身份会不会改变 有一天睡觉醒过来 变成占领者 会不会这样 不会 不会 你是被占领者 怎么会变成占领者 是不是 那你是被占领者 你的后代会变成占领者 也不会 因为都是被占领者生出来的 你是占领者 后代也都是占领者 不会改变你的身份 因为没有改变身份的状态存在 占领者是到别人的身份 就要占领叫占领者 对不对 台湾人他就这样骗你 有一天我们去拿 中华民国身份证 我就变占领者 台湾人变成占领者 那有可能 他骗你的 骗你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所有的都是占领者 台湾这块独地变中华民国 就是他的逻辑 不是吗 台湾人真的去拿身份证 你就是在endorse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身份这个ID很重要 你证明 我们只要拿到 我们民政府的身份证 证明你是谁 被占领地的百姓 当我们告语美国的时候 人家把权力交给秘书长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 我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 到九点嘛 怎么样放影片 好 现在不讲那么多 我们之后 今天就是帮台湾人同志 那系统走出来 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你是自于你叫什么名字 我拜五赌到你就叫拜五好了 你不懂 我问你没一件事 存在感也不要讲 存在感也讲 我直接跳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存在 小时候 第一次吃妈妈的奶的时候 你知道 为什么 你透过另外一个存在 来证明你自己 肚子饿了 好 妈妈喂你奶 对不对 那你知道说 妈妈存在 接下来兄弟姐妹跟你玩 接下来亲戚朋友跟你玩 你就越来越有自信 所以小孩子 从小就被合乎长大的话 又怎么样 有自信心 有自信心的小孩子 学习力强 学习力强的小孩子 有竞争力 有给贡献社会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出了问题 比如说小孩子在哭 肚子饿的时候 啪 被赏耳光 要不然被刺水被咬水被 小孩子会吓一跳 所以那时候我到 育肉院里面 带小孩子 做游戏 唱歌 跳舞 吃东西的时候 有一两个小孩子躲在桌子 要不要出来 我就问为什么 老师跟我讲 他们的受虐儿 就是从小在形成 他的存在感的时候 被否定 我怕脱腰 他本来期待的是一个好的结果 结果是一个反面的东西给他 叫做否定 懂吗 所以他们的受虐儿 他拒绝让人家知道他存在 就很低的存在感 我告诉你 台湾人都是这样 我是台湾人 啪 我在这么大小说台湾人 都不对 我怕脱 我怕脱 对不对 当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时候 被否定 没时间再拐个名字 什么鬼名字 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我怎么是中国人 我台湾人 是不是 那中国为什么是鬼名字 因为离开他的土地就是一个鬼的 对不对 离开他的生理是不是鬼 是啊 他生理在哪里 在中国啊 台湾不是他的地方啊 叫做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就是鬼政权啊 那统治不是他的地方啊 是不是 台湾是他的生理吗 不是啊 中华民国宪法到今天 还没有包括台湾 那你凭什么 14年的宪法在外国的土地上 那么很奇怪 不奇怪 他就要偷吃这个地方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现在法律 我们提到法院上 这个东西就真相大白 鬼就要走了 你知道吗 那我就讲一个故事 格拉森地区 我现在今天时间不太够 那我先跟你讲 我们的真正的名字 现在出来了 为什么 经过法律的诉讼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 真正的身份 是什么 你现在知道吗 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台湾 我没有否定台湾人 但是你有国籍 我们国籍是大日本帝国 你的ID证明你是这个人 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只是大概讲一个 以后会越讲越清楚 所以被抓到哲伪的王子 发现自己的真正的身世之后 所以我接下去给你补充一点 过去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历史 来 给你们看一下 补充一些历史 过去我们都没看过的 以前大清帝国 右半边不是他的 是他们的地图 郑成功占台湾对不对 结果他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大 实际上 以前不同的势力范围 荷兰西班牙大多王国 来 带你们看一些照片 大日本帝国台湾历史代总督 1895-1945年 几代的总督一个一个跟你们讲 1895年华山之际 第二代总督 照片在这边 华山之际 其实说是不准设定的 破壳黄历平 居然市场 育毛 自己的主要驳 很多的產主禁止 有沒有 下一個 當時建設台灣一定要有錢 或者沒辦法建設 錢從哪裡來 大日本帝國議會撥款 所以都有紀錄 你上網去查 用日文去查 查得到 大清說建設台灣哪裡 中國人來通在台灣做一件事情 起生起廟 求水貪務 你懂嗎 起生起廟 求水貪務 這是大清帝國對台灣做的事情 然後第五台 佐久間佐馬太 你看 台北市街道大下水道 這是1906年 台北市就做地下水道 你看 縱冠縣全通 有博物館 中央研究院 化學 衛生部 你看 接下去都有 我現在特別講田健智郎 那時候有台灣人 我先給你直接看 過去的台灣人長這個樣子 你看阿公阿嬤一輩子都這樣 很有魄力感 看你偶像都這樣 他的學生是那樣子 那你不敢偶像都這樣 可以偶像都這樣 可以偶像也是在那裡 日治時代台灣人留學日本風氣相當盛行 1945年統計留學過了20萬人 台灣才五六百萬人 20萬人出國留學 這過去的台灣人 來 我跟你看 不同的總督做了不同事 我待會給你看照片 更快 過去 起山起廟 大清帝國的時候 1885年 再來 你看 皇后旅館馬接剛到台灣的時候 你看 這是馬接博士 加拿大人在布林斯頓念神學院出來以後 回來台灣 台灣人那時候平均壽命只有35歲 在大清統治底下 35歲很短 你們在座很多人都賺到了對不對 超過35歲 你看 牙齒 衛生條件不好 滿水氣 後來日本統治之後變成這樣 我給你看一些日本時代的照片 你看 從大清統治到日本統治差這麼多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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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督 總督 日軍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你看 你看 以前台灣人 年輕人是肩膀勾著肩膀在街上一起走 為什麼 同一種人 同心 同心 沒有外人在裡面 所以台灣人會團結 因為有一致的目標 都是為了台灣借透的好 為了大日本帝國好會做這種事情 年輕人會勾肩大背 一起在街上走 橫陽路那邊走 你看看 是不是 有團結的 容易團結 不會有奇怪的人在我們當中 有不同的理想對不對 對 你看 美術教育 喝茶聊天 這是以前的 他們在幹嘛 不良少年嗎 不是 大學先修班的人在喝茶 念牌劇 後面在念牌劇 大家在欣賞失色 這是什麼 游泳 你看 北投那邊的火車 以前人家像長春城學校 像劍橋 牛津的那種划船隊 日本時代 因為我們是帝國 帝國才是這樣 這樣最高的 日本時代 我不在拍日本 我要拍台灣 過去而已 蘇姆 對不對 劍道 鏡頭 柔道 你看 家裡有生男生就會掛離於期 台灣 你看 日本女生 當然大日本的台灣女生 受到這種訓練 北運裡的裁縫課 你看 查到 過去台灣也是這樣 橫陽路那邊照片 我準備要放影片 我們去看那個連續照片給他們看好了 來 我剛才照片從這些地方收集起來 謝謝他們 來 請放照片給我 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之後放影片 五分鐘我給你們看完照片 來 這是很後面是不是 幫我拉到前面去 從第一章開始看去 來 滿嘴 這都看過了嘛 外國宣教室來台灣就是蓋學校 蓋醫院 然後後來 你看這以前淡水 大清帝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誰 阿嬤對不對 他做什麼 他是檳榔西施 賣檳榔的 真的啊 嘴巴在咬檳榔 檳榔西施 所以以後檳榔西施說不要找阿嬤來賣 就沒有人要吃 對不對 你不要找美少女在那邊賣檳榔 檳榔人口會下降 就找阿嬤賣就好了 就解決了對不對 然後西鄉重道 那時候我們高叉族有一個習慣 出草 出草是什麼 把頭砍下來 所以日軍說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以後按照照表 所以我們高叉族變成順番 本來是禮番政策十年 把右邊 薩德克巴萊那部電影就要演這個 日本要征服整個東半邊 變成順番 建構台灣的整體的主權 要征服他們 最後他們來了 你看 這些每個高叉族的勇士 都拿竹竿對不對 竹竿上面 竹竿掛什麼 刀什麼 不是菜刀耶 你看那個 人頭耶 你看到人頭耶 你看高叉族的婦女在跳舞 手上拿了什麼 人頭耶 高叉族的女生很漂亮喔 很清秀 跟你還有臉像嗎 來 等一下 高叉族的頭目 你看他兩隻腳中間都掛一個什麼 都是人頭耶 真的 嚇死人了 平補族的差不多六千多顆人頭 日本人差不多幾十顆 六十顆 所以他們洗澡都很小心 日均 然後這是那時候高叉族不喜歡受到教育 一群人跑到學校裡面把老師學生都殺死 這是生還者 老師救了這些學生把他放到篩康 分坑裡面把他救過 所以生還者照片 其他照片就不看 太殘忍 就看這個就好了 然後後來就受到教育 OK 有沒有 第八連隊進入台灣 開始畫畫囉 畫彩色的世界囉 然後這是什麼 那時候台灣就變這樣子 在日本統治這樣 你看 第三高路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的 第三女高 第三高路 就這樣子 你看每個女生都漂亮嘛 很有氣質嘛 是不是 日本時代優質教育 鐵路旅館 北女拆風課 這是什麼 台北工會堂 中國人給他取名叫中山堂 其實是台灣人去的 每個人教一塊台北市民蓋起來的 那是台北工會堂裡面 以前就是這樣子 你看他的餐廳 就這麼乾淨 你看 都會戴白色帽在廚房工作 193幾年的台灣 撞球台 西餐廳 有冷氣 三線路 三線路 就是有快車道 種樹 旁邊有車道 你如果要唱歌 月色九十三線路 有一條台灣歌 就這樣 以前台灣的棒球隊 什麼紅葉隊用棍子打石頭 沒有那麼可憐 那是難民才會做的事情 台灣人在日本時代就是這個水準 一定有棒球帽 棒球制服 棒球手套 有球棍 有球 有隊企 有教練 有才 有領隊 所以最後才打到加農 日本口氣宴夾子園的冠亞軍賽 就是因為這是全民運動 以前日本時代就是這個標準 OK 以前有公車 台北市有公車 你看 火車站的前身的前身 台北火車站 草山 這是什麼 建宗的學生 建中的學生 以前是這樣的 這是歐洲嗎 不是的 管前路走到底 台北博物館 黃陽路 你看 這比最近的照片 日本時代的照片 北投 你看 台灣博覽會 那時候發展到一個地步 希望讓全世界知道 日本時代就是台灣博覽會 新公園 然後後來第二階段的台北火車站 你看 這是什麼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來 大家在那邊歡迎他 連鄉下地方都變成這樣 日本老師你看 很漂亮的帶 幼稚園小聲 在足動那個地方向下 日本海軍 台東 我們這邊放一照片 影片 這是台中的香蕉出口 你看那時候人穿 有沒有咬檳榔 沒有啊 你看 漂亮襯衫 日本時代都這樣子 你看 台中那邊的神社 你看那邊小朋友 日本時代 這是怎麼過期 阿公阿嬤那個時代 那時候是台灣 豐原家政女學校 對日本來講 沒有偏遠地區 全台灣每個地方 都是同時建設 同時照顧 彰化水源地 有自來水 還有水源地 你看 台南雨中 整齊漂亮 台南 台南師範學院 來 放影片 我們放影片 來 請趕快放 放影片 燈關一下好了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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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是 我 日本 20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確定以後 台灣歸屬我國 執政40年的時候拍這個影片 新興的台灣 從大清那種落後馬上就改了 你看現在大概能變這樣子 英廷 總督的使政是40年之後所做的事情 改曆前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地 台灣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我們已經變成帝國臣民 憑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為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李帆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改革或軍事方面 都有長矩的進步 非常完備 黃氏一視同仁的恩哲 台北市 那時候就有夜景 夜景要有一個潛調 Infrastructure的基礎建設 電線要鋪 供應店才會有夜景 霓虹燈 好像沿著淡水河 1944年1911年8月 有一個颱風 趁著機會把那個 整個舊都市 中國式的房子全部拆掉 重新蓋 東門 這就是三線路 三線路 理想的都市計畫 大灣總督府 總督府 下來 要把酒店 台北州的知識 我們以後 臺灣就是六大洲 每個州有知識 醫書 臺灣軍司令部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中華研究院 台北醫院 就現在台大醫院 台北醫院 就現在台大醫院 那時候就起好了 那時候就有這個標準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路部 這邊是郵政總局 對面是臺電 臺灣電力知識會社 很多日劇還跑回來這邊拍 還是維持當時的建築 總督官邸 這是在過去 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的一塊 透過影片 透過照片 透過解釋 人工會就請錯 最熟悉 這是 往北 這個就是館前路走到底 就是那個博物館 對不對 總督府以北 一有機會把舊式建築拆掉 換成新的 你看那時候台灣人是這樣 小朋友 有人力車 你看媽媽帶小朋友 有公車 你看 這個頂阿卡 鐵道旅館 就像我們飛機場的那個飛機旅館 過境旅館 鐵道旅館 台北駅 我們現在講193幾年的時候的影片 台北也是這樣子 三幾年四幾年 三十年 有人力車 有這叫計程車 也有公車 特首 阿這就是 明治橋 下面是基隆河 百英九把它拆了 中山北路叫做表餐道 走到後面是日本新鮮 這是雞人河 劍潭辦山用 這台北公費館 博物館 所以帝國的建設是 主要注意到一般人民的休閒生活 台北放送局 每天台記到日記 棒掌 電台 植物園 你看有商展的地方 商品陳列館 其實剛才那個小姐都很時髦 都穿旗袍 其實都台灣人 還是和服跟 打丟店 他就是做一個對照組 讓你看到大清的筒子底下是什麼樣子 你待會兒一看就知道 稍微跳一下 一點點 讓他看到一些 你看 起床 起床 有沒有 可以看什麼叫做 阿嬤 阿嬤 拔腳 阿嬤拔腳 什麼叫蠶族 你們沒看過 你看 這就是蠶族 把腳包得小小的 不用做事的有錢人家 小姐就會這樣子 那是中國自那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做一個對照組 阿嬤先跳一下 比較快 好 我們直接往淡水走 走到關渡 走到北投 北投的溫泉 日本人開始 現在還看得到一些古蹟 再來淡水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就都好了 淡水 Golf Golf Ring 新竹 還有超過7分鐘 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茶葉製作 來 這個部分茶葉製作是這樣子 前半段當然是用人工去採採 接下去你看怎麼做 一開始是這樣子對不對 欸 用機器了 日本時代全部是自動化的 你看 機器製作 然後你看生產線這麼乾淨 女生頭髮都包起來乾乾淨淨的 輸送袋 挑茶葉 分類 你看做罐頭 黑包裝 就是帝國的水準 1930年台灣 這關水準 然後日冬紅茶銷送到全世界各個地方 現在還有日冬紅茶 日本時代就是這個水準 台中火車站 一個一個城市介紹給你看 所以那時候一起喔 台東也是 花蓮也是 都有建設 綠川 你看多漂亮 現在跟台中是不一樣的 你看 有綠川柳川的清流 優敬而美麗 有台灣的京都之稱 你看一個城市還要看什麼 看路燈 路燈很漂亮 你看看 這台中周廳 台中知識 OK 稍微再跳 台中公園 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就噴水池就是這個 台中公園 以前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就蓋好了 好 再跳一下日月潭 重要是什麼 台灣的電力從哪裡供應 那時候台灣電力公司已經準備 24萬千瓦 日月潭 供應 南北 工業台灣的原動力 高壓電纜 你看 日本時代 往台北往高雄這樣的配送 這叫做基礎建設 好 這邊跳 台南也跳一下 台南跳一下 嘉義的火車 林道 鐵道 直林 直林計畫 這個很有意思 農林一下 加農 嘉義 這個也跳一下 我們看一下糖葉 很有值得討論 就帝國製糖 台灣的糖葉是 在日本時代 建設 弄起來的 糖葉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他連貫出去 有罐頭產業 把水果可以賣出去 用糖漿 也可以做煉乳 也可以做煉乳 也可以做什麼 酒精 變成燃料 平住制糖 來 再跳一下 你看 以前 然後 制糖事業 還包括鐵道 一直貫穿到港口 運輸也都不是問題 你看 以前的 更做方式就是用 西洋師 你不洗的就是這種 在 在跟做 不是用牛 機械式的更做方式 來 再跳一下 我們看一下酒精的部分 我們還有幾分鐘 你看 以前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工廠管理 再跳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個 最後實驗室的地方 你看 製作酒精 提煉 你看那邊工廠的人 穿的衣服 做實驗就是有實驗的樣子 穿白袍在做實驗 沒有隨便的 帝國嘛 帝國的做事 有辦法 就這樣 帝國 加南大駿 加南大駿 剛才是講 糖 糖業 那個 浙糖產業 現在是講 烏山頭水庫 供應台南 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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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建設 從 稻作可以到三年 三年輪作 因為這樣來 現在是高雄 你看以前高雄港是怎麼樣子 會讓你嚇一跳 以前最大的高雄港 基隆港 日本實在就蓋好了 你看 就是這樣在運輸 他到過去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做的 來這邊稍微再跳一下 我們時間超級 好 那這沿著 高雄港旁邊的那個 然後你看 祭典 不是日本 在台灣 那這沿著 那這沿著 我們還有時間 讓這個慢慢播完 有輪船 定期 航路 內地跟台灣 我們內地是日本 不要弄錯 內地就是日本 跟台灣之間的航路 海外地的開拓 面貨 那時候就是這種 郵輪的規格 非常豪華 漂亮 你看這媽媽帶小孩子 穿著都是不一樣 你看 你們有小孩子 你就知道怎麼打扮 花很多錢 對 日本實在就是這個水準 那時候還有地下海底電纜 到台灣 電台受信所 飛機固定航班 夜台無線電話 沖縄 在那邊 歐沙卡 福岡 海北 一天之內來回 快結束了 好來 產業經濟 南京國策 台北飛行場 那我們高砂族的話 也受到很好教育 大學專科學校畢業生 當老師 當警察的都有 好 電燈麻煩打開 我們歡迎你們來上這個課 這是很簡單的介紹 再開始 接下去有很多老師 從不同角度切給你們看 好 謝謝你們 我們再次掌聲感謝大三格林獎師的演講 今天晚上到九點下課 那廚房那邊有幫大家準備點心 可以過去那邊享用 那自己的個人貴重物品要記得帶走 你的書本可以寫上你的大名 放在你的桌上 那晚上我們這邊會鎖起來 東西要記得帶到 聞不到 聞不到 我們明天早上七點上課 欸 七點還七點半 欸不對 明天早上八點上課 八點八點 禮拜日才七點半 嗯 嗯 嗯 好 accep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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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